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 我带来一期跑跑卡听车手游的视频 那么跑跑卡听车手游的话我又是回归了 也就是说我又是重新开始玩这个游戏啊 呃然后的话因为主要是这个游戏 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纪念意义的 所以说我又是重新准备把这款游戏做起来 那么这一场的话是排位赛 刚开始的话因为我刚刚才这个没玩几天啊 所以说段位不是很高 啊对手的话呢 这一把的话都是真人 虽然说现在这个游戏人机很多 但是我录视频尽可能选择对手是真人 然后用的车是秘营盛业啊 这个车的话是个人道具在神车啊 是可以白条所得啊 开局陈老师吃了一颗飞碟和棒棒糖 棒棒糖导弹 然后这个秘营盛业的话的话 呃他的话开局会送我们一个天使 遇到这个大魔王也会高概率获得这个天使 所以说这个车的防御性还是很强的 这一波啊陈老师呢 第二名啊第一名的话离我们 有点远啊 这个已经拉开了两个集团了啊 三个集团了啊 这波但是没关系啊 看咱们吃到一个护盾 这一波的话咱们护盾手下 虽然说我带的这个宠物猪的话 有60%的概率或那个防这个水文字 但是我还是用点啊 以防万一嘛 这波导弹把第一名打下来 这一波陈老师手上有个碟解啊 但这个碟解没有什么用啊 先用掉 然后我吃了一颗这个邪恶导弹啊 所以说这个一下子减速减得很厉害 我也看不到前面了 对面的话是又是追上来 但是没关系 我也是吃了一颗导弹 这颗导弹是正好击中他 他这个互动用得早了 小伙子啊 这一波放一个白云啊 咱们这个天使一定要省着用 一定要省啊 这个用到最后到最后再用啊 我觉得这个会拿第一名的概率会高一点 这一波已经是第二圈了 咱们陈老师现在就一马当先了 放个香蕉皮啊 后面的话 这个第二集团的话也是跟得很紧 这一波陈老师本来想减速的 但是这个想减一下运气啊 运气非常好 这个水炸弹正好消失了 这一波哎呦 完了我要吃导弹了 但是没关系 这个导弹幸好不是鸡飞啊 是那个只是把我转了几下 这波又吃一颗导弹啊 又是飞碟又是水炸弹 哎呦 受不了了 一下子 一下子落下来 但是没关系 还你颜色 一颗导弹给你 哈哈 这波陈老师又是拿到了第一名 护盾 守一下 哎 这波有个闪电 那没办法了 垫下来 这一波 哎 好 这边又是一个大魔王 但陈老师我一不小心 我把这个天使按掉了 有点可惜啊 哎呦 这个可能是出现大魔王的时候 刚开始一个道具槽 没有完全空啊 我用我互动也是刚刚才用掉 所以这波陈老师提前用到了天使 所以是有点有点有点风险了 我这个黄金巨帮 我是守住这个水文 再看一下陈老师能不能安全到 重点感觉是有点 有点危险 这边先吃了一颗导弹 又又再吃一颗 这个导弹是直接把我击飞了 又是一个飞碟 哎呦 这个导弹如果不击飞的话 我说不定还有机会拿第一 哎呦 又一个飞碟 哎 这个天使是陈老师有点急了 这个天使啊 因为我看到这个大魔王 我每次就很害怕 第二名非常可惜啊 本来的话 其实拿第一还是很稳的啊 看一下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看一下 虽然拿到第二 但是MVP是谁啊 MVP MVP果然还是我啊 那这一把的话也是比较圆满 后期的话 段位是慢慢会打上去 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一把的话 对面也是真人啊 那行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